欢迎回来台视五间新闻 日本女星北川景子不但是日剧女王 也是日本女性最想要的连孔 最近她跟实力派男星钟景贵依 主演电影《通往大河之道》 也接受了台视新闻的专访 北川景子说她非常的喜欢台湾 曾经多次来台旅行 等到疫情平息之后 一定还会再到台湾玩 而北川景子大学时期学过中文 在受访的时候也大秀流利中文 大秀流利中文问候台湾粉丝 日本女星北川景子接受台视新闻专访 说她大学学过中文 非常喜欢台湾 等疫情平息一定还要到台湾玩 最近她在电影《通往大河之道》中 引人粉饰两脚 而且是时空穿越 是不小的挑战 通往大河之道 这部电影是讲述日本地图测量师 依能尽忠的故事 除了描绘日本首张 全国地图的绘制过程 造型不仅都很讲究 卡斯更是大咖云集 除了北川景子跟松山炎一等 还有实力派男星钟景贵依 中景贵依也是一人粉饰两脚 用精湛演技完美诠释历史人物 跟偏远地区的底层公园 此外中景贵依掩而优则倒 还一手包办了编导的工作 他说近来日本古装剧越来越少 希望能多多制作好作品 让台湾粉丝也能领略 日本历史的真善美 特派记者宣盛芳 在东京采访报道